所谓成愿再来 自在受生 藏传佛教 佛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 历史定制严格 宗教仪轨宿目 藏传佛教各大佛佛转世系统 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 十四世达赖妄言 要自行终结转世 把自己的转世座床真相又是如何 北京市委宣传部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北京电视台 西藏电视台 联合震撼推出 西藏 佛佛转世 马上播出 苛燈传部 西藏自治 兵材 一位名叫 根敦加措的高僧 原济了 据说不久后 一件奇特的事情随即发生 这件事的全过程 在这本书里 有着详细的描绘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根敦加措原济后 在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 出生了一名幼童 三岁时 竟能回忆出根敦加措的生平事迹 一天 一名高僧为了测试他 将自己供奉的唐卡拿出来 问道 认识这个吗 幼童回答 当然认识 还是我让你供奉的呢 幼童的行为 令弟子们大为称奇 据说 就在这时 晴朗的天空中 恰巧出现了一道彩虹 鲜花纷纷飞落 十分美丽壮观 后来一位高僧跟这个孩子起了法名 索南加措 并且让他继承了 根敦加措的法脉 这个传说 也许只是美好的想象 而且里面的人名好像有点陌生 别急 如果换一个称呼 您一定知道 那就是达赖喇 这个故事为我们讲述的 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 活佛转世 是藏传佛 传承或家族传承的方式 直到在十三世纪八十年代 也就是元朝的时候 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承方式 忽然出现在了西藏 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元朝至元二十年 拉萨西北群山中的楚布寺里 嘎玛嘎举派黑帽系的首领 嘎玛拔西进入了弥留之际 元季前 他找来一名最信任的高僧 说道 我要暂时离开这里 我死后一定会出现一名 继承黑帽派密法的传人 在他到来之前 你就暂时作为佛的代理吧 说完就圆寂了 六年后 居然真的有一名幼童 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楚布寺 并声称自己就是噶玛巴西 转世再来 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奇妙吧 可他并没有讲完 据说 就在这里 楚布寺的京堂 年轻五岁的幼童 毫不犹豫地做上了 噶玛巴西的法座 并对弟子说出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 你的上师就是我 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活佛转世 就此诞生 藏传佛教认为 佛有法身 报身和化身三身说 其中化身是指佛或菩萨可以根据需要 变化为各种形象 包括变化为人 而那些降生为人 而且生活在人间的佛或菩萨的化身 藏文叫诸古 汉语俗称活佛 人们相信当活佛圆祭后 他的灵魂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 去寻找下一个肉身 继而成愿再来 自在受生 这个继承人 从出生到正式登上法位之前 被称为转世灵童 盟语叫做忽必乐汉 活佛转世呢 最主要它是根据佛教的一些化身理论 有一个理论依据 同时也赋予这个转世灵童呢 以佛和菩萨的这样的神圣的含义 同时呢也避免了司徒传承 或者家族传承这个利益的纠结 在那个时代来讲 它有在它自己的独特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多的好处 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后 逐渐被藏传佛教各大教派所采纳 其中就包括 刚刚诞生不久的藏传佛教 格鲁派 明朝家境年间 开头的故事出现了 格鲁派高僧跟敦佳措元祭 他的转世索南佳措成愿再来 成为了他的继任者 格鲁派高僧索南佳措 佛法高深 成就斐然 明万历六年 被明朝所封的顺义王 土莫特蒙古首领 暗达汗 赠予了圣师一切 瓦齐尔达拉达赖喇嘛的称号 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 喇嘛是藏语 一指上师 从此以后 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的首领 就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 索南佳措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 而他的前两世被追认为 一二世达赖喇嘛 从明朝开始 达赖喇嘛这一活佛转世系统 经过了很多代的传承 时而顺利 时而坎坷 但一直绵延不断 直到1933年12月17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 吐登加措 在他的下宫罗布林卡圆寄了 于是他的转世问题 就摆上了日程 但谁又能想到 一场围绕转世的斗争 已经悄然开始 西藏自都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元代起 西藏结束地方割据 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 正如阿佩阿旺晋梅所说的 在二十世纪以前 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独立这个词汇 但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 中央对西藏的管辖 受到了来自英帝国主义的极大挑战 1840年 英国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 使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1888年 1903年 英国军队两次入侵中国的西藏 虽然西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 但由于实力悬殊 都接连失败了 不久后 英帝国主义使用种种手段 进行拉拢和利诱 让西藏上层 渐渐产生了不信任中央政府的思想 分裂势力和藏独思想随之产生 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 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曾摇摆不定 但他从没有宣布过西藏独立 反而多次声明 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1930年 他对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刘曼清 说过这样的话 英人对吴却有诱惑之念 但吴之主权不可施 性质习惯不两如 故比来均虚语周旋 又说都是中国领土 何分而我 说得太好了 但不幸的是 就在这段谈话三年后 五十八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忽然原济了 1933年12月17日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原济 但直到两天后 西藏地方政府才将这一消息 电告国民政府 这立刻让蒋介石产生了 藏方内部意见不一 其倾向中央与趁机私承者 各域行其主张的担忧 蒋介石的担忧不无道理 第二年九月 受中央政府委派 参谋本部次长黄穆松作为专士 前往西藏 至继十三世达赖喇嘛 果不其然 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藏中 我们找到了这几本珍贵的 民国电影老胶片 此片拍摄于1934年 算来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 几乎是中国电影史上 对西藏最早的电影记录 这回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展现在 电视观众的面前 一段尘封多年的影像 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1934年 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 为护国洪化普辞圆绝大师 参谋本部次长黄穆松 前往西藏治绩 这一举动 获得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欢迎 但因帝国主义势力 和西藏分裂势力 也在处处阻挠 英印政府早早就收买西藏 地方政府中的低级官员 在拉萨城中散布谣言 诋毁中央政府的信誉 据黄穆松报告中记载 英国安插在西藏的特务 西金人诺布顿朱 每晚都要潜入西藏地方政府的 赤门嘎伦那里游说 英国政府 印度事务部的秘密档案 清晰地记载了他的行径 那就是威胁利用西藏地方政府 胡说什么如果对中国讲友谊 必然导致中国对西藏的控制 在英国的煽动下 分裂分子有恃无恐 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书 不仅赫然写着西藏大国的字样 一些人还声称西藏是自主国 其内政教无需汉政府干预 甚至妄言中央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是公师关系 也就是施主与寿施的关系 在黄穆松的严正交涉下 西藏地方政府最终承认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对于实质问题 比如中央政府 在西藏应有的军事 外交等权力百般推诿 不愿做任何改变 面对这种境遇 黄穆松在他的回忆录中 曾感慨 亲中央派因为害怕而沉默 独立派仗着英国而猖狂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工作 即将开始 怎么能不让人担忧呢 他是谁 林威受命 为转世灵童的巡访 但经节律 保驾误行 历史定制严格 宗教移轨速目 面对巡访队伍的反常举动 他又将如何应对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37年 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委派 根据种种线索 以致巡防队伍 离开西藏 进入青海 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而对中国来说 1937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7月 全民族抗日战争打下 中华大地陷入了极为艰难困苦的年代 可就在这样困境下 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 中华民国政府也丝毫没有放松 其中一个人更是对此事格外关注 吴忠信自李清 国民政府猛葬委员会委员长 看他的照片 身材轻瘦面带笑意 一副书生模样 可实际上却是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 一员猛将 辛亥革命时 吴忠信曾是起义军司令部 总执法官兼兵战总监 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 除了作战勇猛 他还以正职出名 担任京师警察总监时 孙中山的司机撞了人 面对大总统府总务局长的求情 吴忠信也只有一句话 秉公执法不能通融 外柔内纲 也许蒋介石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特点 在1936年的这个结果眼上 把猛葬委员会委员长的重担 压在了52岁的吴忠信身上 这一回 面对凶丸的分裂势力 他还能像过去那样 刚正不阿吗 抗战期间资源短缺 财政困难 但为了达赖喇嘛 转世灵同的寻访认定 能圆满顺利 猛葬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 但经结律 势必公亲 他命专人 守死在电报机旁 已有问题 全力解决 为了尽快找到转世灵同 寻访队伍需要经常与拉萨 进行电报联系 但由于抗战期间 电报审查严格 使他们感到了不便 为此 吴忠信 二话没说 立刻惦请青海省政府 减免审查 即以便利 这不 西藏驻重庆办事处 又发来电报 什么 电报费太贵 西藏地方政府 经济困难 负担不起 吴忠信联系交通部 通知西宁电报局 巡访队的电报费 一分钱都不收 全数免除 在国民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1937年7月 以隔仓活佛为首的 灵同巡访队 终于在青海黄中县 七家川 找到了一名幼童 拉木登珠 拉木登珠 1935年7月 出生于青海黄中县 七家川 父母务农 家到小康 由于种种传说中的灵异 曾经受到 暂居青海的 第九世班禅 驱吉尼玛的关注 并将他和另一名幼童 推荐给了巡访队伍 经过初步的测试 巡访队伍似 对拉木登珠 轻言有加 注意 按照历史定制 宗教仪轨 此时的拉木登珠 最多就是转世灵同的 候选人之一 但当他被巡访队找到后 奇怪的事情 就发生了 巡访队伍和西藏地方政府 迟迟没有向中央政府 进行任何通报 甚至想偷偷地 把这名幼童带回西藏 在结婚到这一消息后 吴忠信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强烈的担忧 骤然而生 这忧 从何来呢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我们为您找到了 这样一份 珍贵的档案 一九三八年 四月二十六日 蒙葬委员会 给行政院的城门 吴忠信的担忧 悦然至上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一世 藏方前派给仓等 父亲巡访 迭京本会 转店青海省政府 予以便利在案 乃京时年余 该给仓等 对于巡访经过 契无电文报告 达赖早日转世 原为中央 及全国人民一致之期盼 为转世经过 必须承报政府 办理各项手续后 方为妥当 很显然 吴忠信相信 气无电文报告 背后必有引擎 随后 他特别强调 若任其自行处理 必然违背历史上 中央与西藏的关系 那么这个历史关系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至元八年 蒙古韩政权定国号为原 并于至元十六年 统一全中国 建立了中央政权 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 直接治理下的行政区域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 巴斯巴 被元朝皇帝忽必烈 赐予了 博师帝师的称号 其拥有 掌管天下佛教统领 土国事务的地位 成为了西藏的政治宗教首领 宏武元年 明王朝接替元朝 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皇帝 使用多封重箭的方式 对西藏进行管辖 不仅册封了西藏 和其他藏区的五个世俗首领 为王 还把西藏三个教派的首领 册封为法王 其中明永乐五年 嘎玛嘎举派领袖 德吟邪巴入京晋剑 永乐皇帝 被赐予大保法王的称号 此后 撒加派和格鲁派的 两名高僧活佛 也被赐予了大常法王 和大慈法王的封号 明中央政府册封 让这些教派和教派首领 声名远扬 其地位大为提升 而格鲁派的达赖喇嘛系统 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册封 和大礼福祉 那是万里六年 也就是公元的1578年 三十大奈喇嘛 索南加措 希望明朝能策封他 通过安达汉的努力呢 他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 他就通过当时的 明朝的宰相张居正 在九年后 1587年 他得到了多尔之畅 这个名号 那在万里四十四年 1616年的时候 他的继任者 就是四十大奈喇嘛 云丹加措 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 明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册封 给他册封了 一位镇殿之宝 在哪儿呢 让我们来找一找 在这里 好大的一幅壁画 在他的顶端 一名格鲁派的高森 与一位地位相对更高的人 坐在一起 似乎是在交谈上 此话画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其地位一定非同小可 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原来清顺治九年 武士达赖喇嘛进京 觐见了清朝顺治皇帝 画中的僧人 就是武士达赖喇嘛 阿望罗桑加措 地位更高的人物 正是顺治皇帝 当年 两人在北京南院的一处 行宫相见 第二年 当达赖喇嘛离京返藏时 顺治皇帝正式册封 武士达赖喇嘛为 西田大山自在佛所领天下 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 达赖喇喇嘛 让他做西藏地区的佛教首领 并赐予金印 金策 此印由汉蒙藏三种文字刻写 非常珍贵 这是达赖喇嘛世系 首次得到清中央政府的册封 也是清朝正式用法律形式 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 及其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的优势地位 并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 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 此后历代达赖喇嘛及其他大活佛 只有获得中央政府的册封 才具有政治 宗教上的合法地位 在格鲁派内部 除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以外 还有班禅俄尔德尼 折布尊丹巴 张家等众多 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 康熙52年 康熙皇帝册封武士班禅为 班禅俄尔德尼 与达赖喇嘛并称为 格鲁派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活佛系统 在西藏有着非常高的宗教地位 此后清朝中央政府 对达赖喇嘛等转世系统 更是一路加以扶持 节白的仙鹤 请借我一双翅膀 多么优美的诗歌呀 可写诗人的命运 却并不像诗歌那样美丽 这首诗歌的作者 就是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佳措 五世达赖喇嘛圆寄以后 当时的甘南破障地方政府的总管 叫迪巴桑吉甲措 那么他密布法桑 同时他秘密巡访了 这个苍阳甲措 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举行了作创典礼 那么即认为六世达赖喇嘛 那么这个事情 当时西藏地方的蒙古势力 就是拉藏汉 他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看法 这个康熙44年的时候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激化 第八三千甲措呢 被这个拉藏汉杀死 同时拉藏汉宣布废除了 这么苍阳甲措的六世达赖喇嘛 这个地位 此后各派政治势力 纷纷加入大乱斗 而西藏搅的是硝烟四起 战火纷飞 直到康熙皇帝一生命下 清朝中央政府进兵西藏 稳定局势 并最终认定册封了七世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 这段争斗 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清政府派兵呢 驱逐出了这个在西藏的 蒙古准戈尔势力 那么同时呢 护送残居在这个 清海塔尔寺的这个 格桑加措 就是歧视达赖喇嘛 入藏 在普达拉宫呢 举行了这个隆重的作成典礼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巩固了达赖喇嘛 就是在宗教上的影响 那么到了乾隆十六年的时候 也就1751年的时候 清政五派军女平定了这个 西藏卷王 诸尔摩特·纳姆扎勒的叛乱 那么在平定叛乱之后呢 他颁布了 《卓定西藏善后章城十三条》 那么宣布废除了卷王制 那么同时命了这个 七世达赖喇嘛 和驻赖喇嘛 和驻赖大臣一起 指掌西藏地方政府 那么也使呢 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 达到了前所没有的高度 达赖班禅等大活佛 在西藏地方 政教地位的合法性 是通过中央政府的册封 来实现的 他们的政教地位 也是在中央的一路扶植下 节节上升的 那么他们的转世认定 当然要接受中央政府的 监督和管理 明永乐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四一五年 受明朝中央册封的 嘎玛嘎举派大保法王 德银邪巴元济 在确认了转世灵笼后 嘎玛嘎举派上报朝廷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一四二四年 派西天佛子大国师 搬担扎世 进葬办世 审查转世灵笼情况 这幅西天佛子圆流图描绘的 就是这一景象 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派人进葬 审查转世灵笼 管理活佛转世事 那么到了清朝 对于达赖喇嘛等大活佛的转世 中央政府 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呢 说到这里 就说到了猛葬委员会委员长 吴忠信的担忧之处 他们是谁 竟然无法无天 暗中操纵活佛转世 一场活佛引罚的动荡 又让乾隆皇帝明白了什么 金平撤迁 航空出世 中央政府如何对活佛进行管理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一九三八年三月的一天 汉口猛葬委员会办事处 望着窗外五十四岁的吴忠信 又陷入到了陈思主 窗外看不到西藏 心里想的又全是西藏 此刻在日口铁蹄的威胁下 国民政府被迫迁都 刚刚在汉口落脚的 猛葬委员会 不久后也会再次转移 前往重庆 但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 令他忧心忡忡 那就是中央政府 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体系中 一个诞生于清代 极为重要的宗教遗轨 和历史定制 这一次 如果灵同寻访队伍 真的秘密返葬 他就很可能无法实行 那么这个重要的历史定制 宗教遗轨是什么 这还要从一个 不遵从规则的活佛说起 原来清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 六世班禅俄尔德尼 从西藏出发 到热河向乾隆皇帝祝寿 乾隆皇帝 以及满满汉 各族王公大臣 对六世班禅 溃赠甚多 约束十万两百银 不幸的是 不多久 班禅在北京元寄 这些财物 就由他的哥哥 重疤忽图克图掌握 并带回了西藏 存放于日喀则的 扎氏伦不四中 这些财物 让另外一个活佛犯了贪念 这个贪财的活佛 就是嘎玛嘎举派 红帽系第十世活佛 名叫雀朱家座 他的身份十分特殊 他和六世班禅 以及占据宝物的 重疤忽图克图 是同某义父的兄弟 虽为一谋所生 和偌大的一份财产 他一分钱都没有得到 这让六根不敬的雀朱家座 心生怨恨 不多久 他竟然串通尼泊尔的 库尔喀人 两次入侵西藏 并占领了扎氏伦不四 大肆抢劫寺寺寺内的财物 寺寺被破坏 佛像被拆毁 人民的生活横遭涂 此事被乾隆皇帝知道后 派弗康安为大将军 率清军进入西藏 在巴士达赖喇嘛 匠白加措 及西藏僧苏群众的 大力配合下 击败库尔喀军 为了承办禍首 乾隆皇帝下令 废除了嘎玛嘎举派 红帽系的转世 这一事件对后世影响巨大 因为这场战争 让乾隆皇帝看到了 西藏的政治乱象 宗教迷局也发现了 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中的 一个大问题 祸首雀竹家措 和重八糊涂克图 以及六世班禅三人 同为兄弟 又同是格鲁派 嘎玛嘎举派中 极为重要的转世活佛 此外 他们还有一个妹妹 竟然还是 香巴嘎举派的女活佛 这么多大活佛 怎么都降生在同一个家庭里 恐怕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如果不是巧合 又会是什么呢 我 鲁洱 都没有说 我会被人闪开 一样 你会把你带回来 一样 李宗盛 人生在干净 你 那终于 我会把你带回来 他跟他 过去 我会把你带回来 一样 你还会把你带回来 门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不可不禁 乾隆皇帝明白 对于猛藏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 再不进行整顿 必将后患无穷 而第一步 就是要打掉吹钟的威风 光浪浪一把鸣花网的大钢刀扔在地上 在秦朝铸葬大臣河林面前 几个吹钟神汉 个个面如死灰 抖弱晒卡 这是《钦定库尔卡记略》中 一段真实的记载 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大钢寺南侧二楼 曾经的大钢公所 前隆58年的一天 河林在这里 观看了四个吹钟 所谓的法术表演后 把刀剑交给他们 令其表演 吞刀割肉的法术 结果这几个护法神 就是去中害怕了 因为他扎不了自己 就赶紧说 有我们的前几倍啊 他说有这个能力 他们可能是真正的这个将神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了 那么河林就说了 你们没有这个水平 你们怎么会有些问题上会胡说呢 那个崔宗面对河林的质询 他有点警慌 所以他就自己找一些理由说 我以前面对疾病灾害 或者说庄家的封签的时候 让我去来降神 应验的时候 大家认为我是正确的 没有应验的时候 可能会找别的原因来理解 这个事情后来乾隆皇帝听说了 说乾隆皇帝听说了以后 说这几个取军 你们给他们一些刀剑都下成这样 那让他们只认转世灵童 那不就太荒唐了吗 这事 鉴于护法神信仰 在西藏已经根深蒂固 清朝中央政府还是准许他们 继续做一些初步的预言工作 但是严格规定 在灵童转世的最后阶段 绝不能再由他们来决定 乾隆皇帝下诏 那个令吴忠信最为看重的 历史定制和宗教遗轨 就此诞生 宽零点六三米 长三点六四米 扬扬数千言 在平定了库尔喀入侵之后 清朝统帅福康安 与巴士达赖喇嘛 匠白佳作 七世班禅二德尼 丹白尼玛等僧俗要员 遵召乾隆皇帝 必当妥立章城 以其永远遵循的训事 共同商议制定了一部 影响西藏至深的章城 那就是 钦定藏内善后章城 二十九条 他于乾隆五十八年 正式在西藏颁布施行 目前是西藏自治区 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章城对西藏的宗教 军事 行政 司法 外事等 各方面做出了系统详细的规定 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 其中第一条 就是设立了金平撤迁制度 金本八平高三十四厘米 重二点八五公斤 以黄金打造 通体以连半纹 如意头纹 禅之纹等图案组成 并附有签牌 钦定藏内善后章城 二十九条中明确著名 关于寻找活佛灵童事宜 经各方认真考察后 在御赐金平内 放入写有 拟定为灵通者名字 及出生年月的签牌 选派学识渊博的喇嘛 诵经七日后 由各忽图客图 会同铸葬大臣 在大昭寺 释迦牟尼向前 撤签认定 不仅如此 当认定达赖 班禅等大伙佛时 又同名字的签牌 必须有满汉藏三体文字写成 如此则可取信于天下民众 金平一共有两个 一个在西藏拉萨 供西藏的大伙佛 转世灵童撤迁使用 另一个在北京雍和宫 专供四川 青海 甘肃 和蒙古等地区的 大伙佛转世灵童 撤迁使用 金平撤迁制度 是清朝中央政府 管理大伙佛的 一项关键措施 它既是政治 法律手续 也符合宗教手续 它不仅把认定达赖喇嘛 和班禅 俄尔德尼等 大伙佛的大权 由吹钟的将神和神段 转移到金平撤迁的神段上 而且在实质上 把决定达赖喇嘛等 继任人选的大权 由西藏地方政府 集中到清朝中央 这是清朝对西藏 行使主权的重要表现 除了金平撤迁之外 亲定藏内善后章程 二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还规定 藏传佛教活佛 按大活佛和其他活佛 分级管理 那么它有一个丰寿制度 就是有影响的大国佛 都要经过清朝中央政府的策封 封赐 就是封给他 胡托克图名号 他才能有这样的宗教地位 那么受封的这个胡托克图 一般都在这个礼藩院 注册备案 那么这个清朝的时候 在西藏 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 一共有三十九个系统的 这个转世活佛 被封有胡托克图 那么整个清代呢 在这个乾隆年间 到了胡托克图一级的 这个大活佛 西藏有三十九位 但是呢 全国的这个胡托克图呢 一共达到了一百五十多位 那么到了清末 就达到了一百六十位 不仅如此 在清政府的要求下 西藏地方政府 也制定了西藏活佛名策 对西藏各大活佛 转世的辈份 出生地 姓名和年龄等 进行了详细的登记 并报给驻葬大臣 在清朝管理西藏活佛事务方面 作用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 中央政府不但拥有赤锋 认定大活佛的权利 而且也有割除 恢复其名号的权威 比如前面说到的 嘎玛嘎举派 十世红帽系活佛 此外 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加措 和十三世达赖喇嘛 土登加措 都曾经被中央政府 割除过名号 十部五代 吴忠信将做出怎样的决断 百般曲折 海盗入葬 等待吴忠信的又会是什么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清代对活佛的管理制度 背后是继承和发展 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在宣誓就职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说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和汉满猛回藏族为一人 是约邻族之统一 据有宪法性质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明文规定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2年 中央政府改清朝的礼藩院 为猛藏事务局 1929年改为猛藏委员会 诸管藏族 蒙古族等 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 吴忠信就是猛藏委员会的 第六任委员长 中国第二历史大案馆 为我们提供了一份 非常重要的文献 1936年4月 中华民国政府制定的 喇嘛转世办法 这部法律在活佛转世方面 基本延期了清代的制度 其中第三条规定 达赖喇嘛 班禅 鄂尔德尼等 向来转世之糊涂客图 援祭后应报由该管地方 最高行政机关 转报猛藏委员会备案 由其高级途中 寻找具有灵异 之童年龄幼童二人以上 以为各该喇嘛之 呼辟乐喊候补人 抱有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 转报猛藏委员会 查核 分别撤签 后面还强调 达赖等转世活佛的 座窗仪式 一定要由中央特派大员 前往照料 达赖等大活佛转世灵同的 寻访和认定 必须在中央政府的 监督之下进行 从清乾隆年开始 还实行了撤签制度 并成为了历史定制 为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 元祭两年后的 1935年10月12日 国民政府盟藏委员会 就曾致电西藏方面 表达得十分明确 子新达赖佛正在寻访之际 慎熙珠先生 守乾清推崇佛教之身意 慎重寻访 以免物意而为佛教 并请将寻访情形随时建告 以便承报 金平撤签 也得到了以九世班禅为代表的 西藏爱国政教力量的支持 1937年10月28日 身在青海的九世班禅 俄尔德尼 曲吉尼玛 致电猛藏委员会 提醒中央应该 预示藏政府仍照旧力 需派大员抽签 并成中央核定 让我们再次来到 1938年3月 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安排下 十三市达赖喇嘛 转世灵童的寻访队伍 试图带着幼童拉姆灯珠 秘密返回西藏 这究竟异域如何 会不会有否认中央对西藏 主权的企图呢 一大堆问候 伴随着深深的忧虑 出现在吴忠信的脑海中 可事不我待 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吴忠信于1938年4月26日 承文行政院 在陈述了刑事的严峻后 这样写道 你请军院令赤青海省政府 严密注意 并晚劝寻访人员 勿将经过情形 承报政府 听候何办 在未经承请办理各种手续以前 严防其秘密 迎返西藏 不承报中央政府 办理手续 把幼童带回西藏这件事 还是再放一放比较好 吴忠信的办法非常见效 眼见幼童迟迟无法入藏 西藏地方政府再也坐不住了 1938年9月23日 西藏地方政府 终于向猛藏委员会 递成了一份电文 看一下他的内容 依照西藏宗教仪式 所寻选之幼童 应聚集西藏 将联撤签认定 赴京 庄言之金本八平内 典礼粘定 现典礼期将近 关于西宁塔尔地方 所寻选者 请中央政府 扶允该主持人员 逊将寻选幼童 送至西藏 参加典礼 这份电文表面上的意思 是催促尽快让幼童入藏 实际上 它是向中央政府 传递了两大重要信息 第一 对清朝以来的 金平撤签制度 表示尊重和认可 第二 对中央政府 派专员入藏 主持撤签 和座床典礼 表示欢迎 这在清朝灭亡 民国建立后 还是第一次 三个月后 二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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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吴忠信的随从朱少义回忆 在欢迎吴忠信的人群中 藏族百姓发出了热烈的 安班安班的呼喊声 安班满语 钦差大臣的意思 也是长久以来西藏人民 对于清朝铸藏大臣的称呼 可见中央政府 在西藏百姓心中的地位 并没有被时间淹没 西藏百姓们心向中央 亲近中央的感情 也是亲英分裂势力 所不能阻挡的 但与此同时 也有另一种声音 伴随其中 这首曲子 英国国歌 God save the king 天佑我亡 但是您能想象 这首曲子 在布达拉宫前响起 是什么样的景象 不仅西藏的军乐队 演奏英国国歌 而且藏军 全都扮着英式军服 使用英式武器 行英式礼节 这些都在提醒着吴忠信 在西藏 英印势力的威胁 不容小觑 为了在西藏僧俗群众中间 树立中央的威信和形象 吴忠信到达拉萨后 立刻在西藏政教上层人士中 展开活动 如到各大寺庙 发放布施 拜位观礼 分赠礼品 施衣送药等等 到达拉萨的第二天 吴忠信就前去拜访 大昭寺 布达拉宫 并广泛地布施 为拉进中央与西藏的关系 做出种种努力 而且成效显著 曾经凝结的寒冰 开始慢慢地融化了 这里是布达拉宫的正门口 您是否注意到 这个木制楼梯很有特别 它分为三道 这有什么奖头吗 原来走楼梯也是有讲究的 搁在从前 中间这道楼梯 只有达拉喇嘛才能走 一般人只能是从两侧上下 但是根据当时的乃星巴 也就是接待人员 下扎干登班旧回忆 1940年1月20日 当吴忠信来到此处时 他们奉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 恭恭敬敬地 为吴忠信打开了中间这道楼梯的绳结 作为猛葬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 也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信部从中间的楼梯 拾击而上 进入布达拉宫 驻葬大臣与达赖喇嘛 平起平坐的地位 不但吴忠信晓得 西藏的上层僧俗 更是一倾二处 尤其是西藏内部的爱国人士 早就广为宣传 而相较于驻葬大臣 吴忠信的地位 还要高出很多 所以 吴忠信走中间楼梯 进入布达拉宫 不但没有引起西藏僧俗的不悦 反而使他们 对中央政府的权威 更加信服 对吴忠信也更加敬重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西藏地方政府 却忽然提出了一个 让吴忠信大吃一惊的要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历史定制 何其神圣 是什么让嘉庆皇帝大呼后悔 又是什么让达赖喇嘛 连声自责 宗教遗鬼肃目中言 诵经 观胡 辩师遗物 如何拨开迷雾 寻找灵童线索 作为问题 一触激发 不速之客 步步紧逼 吴忠信 又将如何反击 看是灵童 主持大典 十四时达赖的最终认定 将有怎样的结局 北京市委宣传部 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北京电视台 西藏电视台 联合震撼推出 西藏 活佛转世 明日22点30分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